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的實施細則 在昨日刊憲 在今日正式生效 有多個主流社交平台 及即時通訊手機軟件 紛紛表示 暫時會拒絕 特區政府向他們 申索用戶資料的要求 到底他們是怎樣說的呢? Facebook以及旗下的Whatsapp 發表聲明 說會暫停處理特區政府 索取用戶資料的要求 以等待進一步評估 港區國安法實施的影響 包括進行人權調查 及諮詢國際人權專家的意見 而Twitter說到 自從港區國安法實施以後 已經暫停了 所有來自香港特區政府的 分享資料及訊息的要求 此外 Telegram發言人說 明白到在目前情況下 保護香港用戶私隱的重要性 而在過去 Telegram從來未向香港當局 分享過任何數據 亦無意在國際社會 就著香港政治形勢 達成共識之前 處理任何來自特區政府 索取香港用戶資料的請求 Google又說到 已經暫停處理 來自香港當局提出的新要求 並且會繼續審視 港區國安法的細節 蘋果就說 一向都沒有直接受理 特區政府就著用戶內容所提出的要求 他們就會叫特區政府 根據美港司法互助協議提出訴求 美國司法部在收到要求之後 就會依法進行審核 聽起來似乎 嘩 那些主流的社交平台 和手機應用程式 都是採取了一種不合作的態度 但是好話不要聽 這些就叫做 過到初一 就過不到十五 為什麼這樣說呢 只要看看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 實施細則第七款的條文 就會非常清楚 裡面就說明了 為了協助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或者是干犯有關罪行而獲得的得益 律政司司長或者警務人員 可以向法庭申請批准 要求有關人士在指定的時限內回答問題 或者提供 或者交出相關的資料或者物料 裡面就有個舉例 就說到 說外國和台灣的代理人 如果是沒有按照要求 向警方提供資料的話 除非可以證明得到 已經盡力 或者是非可能控制的原因 否則一經定罪 可被判罰款 港幣十萬元 及監禁六個月 就是說 那些代理人 什麼叫做代理人呢 我相信 我猜 就是在說這些 社交平台或者即時通訊軟件 在香港辦事處的職員 就是代理人 所以這些跨國企業在香港辦事處 隨時便會受當其衝 當沒有案例發生的時候 這些跨國企業當然可以採取一種不合作的態度 但是當真的有警察上門進行搜集證據 或者邀請職員協助調查的時候 到時候 最終來說 都是難以避免 要就範和妥協的 因為條文 實施細則 就寫得很清楚 亦都不輪到那些人去選擇 所以我就說 為何這些不合作態度 過到初一過不到十五 就是這樣 正如廣大的張達明所說 他就說 除非有關公司完全沒有辦公室和職員在香港 警方才不能上門搜集證 沒錯 如果有一些即時通訊軟件或者社交平台 完全沒有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豈不是那些人不需要提供 因為根本沒有辦法觸及到他 說話就不是這樣說 就算是沒有辦事處在香港也好 只要香港警察鎖定了某一個目標對象 而是能夠獲取得到他那部戰能手機的話 這個世界有一些專業軟件 是可以破解得到的手機 來獲取相關的即時通訊軟件的對話內容 黃之鋒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曾經公佈過 他那部手機 正正是被警察 能夠用一個以色列的專業軟件 破解得到的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講過的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有些人說 Telegram或者某一個即時通訊軟件 是非常安全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理論上來說 是沒有一個即時通訊手機軟件 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保密 故此有些人 在社交平台或者網上討論區 那裡 吹噓某一些即時通訊軟件 是安全的 是能夠保密的 完全是自欺欺人 投靠完精神寄託 到Telegram以後 又投靠到另一個即時通訊軟件 現在一個叫Signal 其實都是愚蠢的 民用科技能夠保密得到那裡去 是不是 事實上 只有最原始的方法 才是最保密的 比如說 在人家的耳朵邊 在人家的耳朵邊 說完之後 人家聽完之後就算數 那這個便是做到保密 比如說 黃之鋒在4月發表那篇貼文 他就說 控方提供了的證據列表當中 包括了四份的 黃之鋒手機信息交流紀錄 兩份是WhatsApp對話 兩份是Telegram對話 你說這些是怎麼來的呢 當然就是用一些專業的軟件 來破解了手機而得回來的 所以絕對是不能夠迷信 民用科技能夠做到什麼保密性 這件事是不科學 是不理性的行為 好了 最後就想說說關於這個 社交平台抖音海外版 他們確認說 將會退出香港市場 抖音的海外版發言人就證實到 說鑑於近期事件 已經決定 停止在香港營運抖音海外版的應用程式 不過沒有詳細交代內容 而這個消息傳出以後 大陸媒體引述抖音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 中國CEO張藍的回覆 他說抖音在香港有很多用戶 抖音將會繼續為香港的用戶提供服務 有些消息人士說到 今次受影響的並非抖音本身 而是抖音的海外版 抖音海外版和抖音有什麼分別呢? 實情一個是海外來使用的 一個是指向中國的用戶使用的 香港本身是很特殊的 無論是海外版還是國內版 都同時可以用得到 問題就是 現在為什麼突然說海外版要撤出呢? 很明顯就是要配合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因為抖音海外版的CEO 曾經寫了一封信給印度政府 告訴他們 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要求過 抖音海外版提供用戶數據 若然中國政府真的提出相關要求的話 他們都不會答應 而且他們還說明 抖音海外版的用戶數據 並非儲存在中國裏頭 但是抖音國內版的數據 就是儲存在中國 故此 海外版一直要跟 母公司以及國內版 保持一定的距離 就可以減少外國政府 對於社交平台的戒心 現在抖音海外版 退出香港市場 然後抖音國內版繼續提供服務 很明顯就是要配合執法部門的行動 比如說當執法部門要求他們提供什麼資料的時候 他們就會批准 同時之間 抖音海外版退出香港市場 這樣就不會受到影響 而抖音海外版的退出 其實就是象徵意義高於一切 因為抖音本身在本地人來說 實在不是那麼流行 主要是哪些人來玩呢 就是新移民 或者跨境學童 或者是港票群組等等 就算是本地人玩 他們都不會有什麼超越紅線的內容 是會放得上抖音的事 就算放得上去 批評政府都會被刪除 如果放在國內版上 所以 象徵意義高於一切 問題就是 這樣同時也是圍著外國的社交平台 比如說Facebook Twitter等等 就起了一個示範作用 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說到 他說幾大電子平台目前打算抗命 但是如果他們和中共的矛盾沒有辦法擺平 當中共真的上門抓人的時候 除了說撤出香港以外 根本就沒有其他選擇 用嚴刑進發去逼走主流電子平台 以劣幣驅逐良幣 使香港人日後只能使用 中共高度監控的微信、微博、百度和幽酷 似乎是中國控制香港互聯網的策略 其實 朱凱迪這番說法 已經解答了部分網民 他們在網上所說的 有些人說 香港會否實施網禁 或者會有個網絡長城 實際不用做到這樣 只要那些外國的社交平台 退出香港市場 根本是用不到手機的apps 或者這些社交平台 屏蔽了香港的用戶 其實已經達到了目標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